第二十七集 胖子把脚踩到镜子上面说 你看上面全是石头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才觉得 这娄他娘的就在镜子里 如果这镜子里的影像是从那倒映下来的 我走在镜子上面 肯定就会挡住镜子里的影像 但是显然没有 比起你这个大学生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基本的道理我还是懂的 我看着上面的岩石 又看看胖子在镜子上搔手弄姿 来回看了好几遍 我觉得胖子说的一点没错 但是我心中产生了一丝异样 也许是因为最近 我身边有太多的欺骗和设计 所以我对于很多事情的破绽 有着一种敏感的知觉 我忽然觉得 这个洞不够严谨 这就好像一个魔术 说起魔术这个东西 最牛逼的魔术是街头魔术 魔术师就在你面前没有任何演示的表演 魔术高手 往往给人感觉有特异功能 这是最厉害的 其次就是舞台魔术 舞台魔术里很多最基本的桥段 都需要布匹遮挡 或者使用箱子 舞台魔术的原理在于 使用布匹和箱子 并不能改变这件事情的不可能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魔术大多是错觉和陷阱 所以聪明的人会立即知道 蹊跷一定就在布匹后面 或者箱子里面 只是演示的很巧妙 我们看不出来而已 现在这种感觉 就是舞台魔术的感觉 如果这里的设计工匠 要把张家鼓楼 就在镜子里这件事情 做实了的话 那么是否应该寻找一个 矮一些的山洞 这样我们只要抬头往上一看 就知道洞顶上 也不可能做手脚 但是这个洞顶太高了 有些看不太清楚 虽然我们基本上判断 洞顶上除了石头 很可能什么也没有 但是因为它高度很高 让我觉得 如果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那机关也一定会藏在洞顶 因为我们四周的情况太明显 不可能有任何机关的可能性 那可能性就一定在我们看不到 或者还没有看到的地方 当然 这也许只是我一时的错觉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 你必须拆穿舞台魔术师的把戏 否则你就会失去你的朋友 我首先要做的是 当然是踢翻魔术师的箱子 看蹊跷是否在里面 我对胖子说 我们得爬上去看看 经历过四川的冒险之后 攀爬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难题了 我目测了山洞的高度 有六十多米 大约二十层楼的高度 好在这山岩要好走很多 不到一小时 我就爬得很高了 最让我觉得自豪的是 全城下来 我耳朵上夹的烟都没掉下去 我用铁瓷 绑上绳子 做了个简易的安全绳 等我发现 想要再往上就十分困难的时候 我大概离洞顶 还有十米左右的距离 胖子在下面呼应我 我用手电照射洞顶 上面全是狼牙一般倒挂的中乳石 果然不出我所料 我发现这中乳石之间有东西 但是这些中乳石太大了 而且犬牙交错 在这个位置 我还是看不太清楚 胖子在下面非常期待地问 有什么东西没有 我心说狗日的自己不爬 老子就不同你说 我气死你 就没搭理他 胖子在下面 弃而不舍地叫着 我定定神 就尝试着 在悬崖上变换角度 好几次我都差点掉下去 但还是看不清楚 我喘了几口气 感觉有些郁闷 好不容易爬这么高 还是白费力气 胖子叫道 日照香炉生紫燕 紫燕生在此山间 你的位置不可能看清楚 你给我照着 手电打得最亮 我来看 我马上就骂道 你他娘的没文化就别念 要念也把舌头捋直了再念行吗 老子活跃气氛 你呀心急就心急 别老挤对我 再啰嗦 我把你日出烟来 你的娘的还不一定是紫燕呢 我也暗骂 只好把手电往中乳石里照 结果照了半天 他也看不出什么花来 但是他也看到了 在中乳石中间有东西 个头不大 但一定是人造的 看不到的 太远了 光线不够强 他娘的那死机型 把我的望远镜拿走了 否则还能看清楚点 核心问题还是太远呢 狼眼的照明距离其实不近 但是人的目力有限 在这种聚集的光线下 如果东西太小 而且又不是你熟悉的东西 你就很难根据形状判断的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要么用望远镜 要么就得靠得更近 我往上看 上面确实很难攀爬 危险系数非常大 但是这个时候 我已经决定要铁儿走险了 我对胖子做了一个 我要继续往上的手势 也不管他有没有看到 就勉励继续寻找 可以落脚的地方 又往上上了几步 我就发现 在往上全是光滑的石灰瀑布了 而且是一个反向的角度 我只要踩上去 过不了三秒钟 我便会血肉模糊地 我爬在胖子面前呢 我不知道在那个位置纠结了多久 胖子在下面叫了无数次 我也没理他 我爬都爬得这么高了 不甘心就这么下去 但又实在没辙了 最后胖子在下面也无奈了 对着我叫 下来吧 公头答应给钱了 一直停在那地方 我的锐气耗完了 只有灰溜溜地爬下去 一路落到地上 胖子直朝我摇头啊 我拍了拍手就叹气 哎呀 这下我也彻底没辙了 你有什么损招就上吧 胖爷我有损招早上了 我早没辙了 不过你不算没成果 至少这上面确实有东西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倒是有一些可能 不过我没敢说 因为太冒险 你可以用铁刺做一个钩子 看看甩过去能不能勾住什么 然后人再挡过去 那那我怎么回来呀 回来个屁呀 等找到入口 我去楼里把小哥他妈救出来 然后再来救你 你就挂上面抽抽烟 想想我们以后的好日子吧 胖子的方法可行 但是太扯淡 我肯定不干 先不说上面那东西是否真的和入口有关 就是真让胖子去了 他要是也死在里面 那我也就要挂在这里饿死了 这种死法太苦逼了 攀爬了一次 身体机能消耗很大 我的手指都有点发抖 便一边活动 一边去水里泡着 就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发现我手上的感觉不对 用手电一招 我发现我的手指尖黑曲曲的 指甲里全是黑的 五沟 泥巴 但是手感很滑腻 不是泥巴的感觉 我闻了闻 就闻到指甲里 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这味道 还真不是所有人都能闻出来的 但是我一下就明白了上面 沾了什么 胖子八道 哎呀 别看了 老娘们一样 还这么讲究 不对 这是火油的味道 说着 我看了看四周的岩壁 这些石头缝里有火油 我来到岩壁边上 探手进去摸了摸 里面是干的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继续往上爬 一路爬到三四人高的地方 再往石头缝里探手 一下就摸了一手的黑油 火油啊 是一种特别的油 它的配料千奇百怪 很多配方调制出来的油 都可以被称为火油 唯一共同的特征是 这种油是胶壮 能流动 但是很粘稠 在有棉心的情况下 燃烧的十分缓慢 一般都是在封闭的场合 做长明灯或火把的 它们放置很长时间都不会变质 也不会干涸 缝隙很窄 我的手不能完全探入 但是用手电往里招的时候 我就发现 缝隙里面的火油含量很高 黑曲曲的一层 还能看到里面 有拳头大小的棉团 我顺着缝隙一路往上看去 就发现这条灌满了火油的缝隙 是连贯的 一路螺旋式盘旋到洞穴的上方 这是一条引火的路 看这棉心 看样子 还是照明用的 胖子也爬了上来 看到后也惊讶 呦 这里面还灌了芝麻酱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指了指棉心给他解释 他抬头往上看 就折舌了 哇靠 这要点起来肯定很壮观啊 我忙说 不过这玩意儿是用来干嘛的呢 照镜子需要这么多火油吗 这他娘的得多铺杖浪费呀 而且这玩意儿一定是一次性的 这些火油点上了 根本不可能灭掉 就算你有灭火气 你爬上去喷一圈也极不容易 一点上 非得等油烧光了不可 那未必啊 胖子指了指其中的棉心 你看这些棉心 都有烧过的痕迹 这些东西都被点燃过的 我摇了摇头 肯定是为了测试棉心质量的时候点过 之后再装进去的 如果在这里点上 这里的火油一定是烧完了 火才能灭掉 你呀顶着满墙的烈火 攀岩上去灭火 那得死多少人呢 而且这里所有的油沟 全都是相连的 你要灭 肯定得同时把所有的棉心都熄灭才行 单熄灭一根 边上的火焰立即就会将其再次点燃 胖子摸了摸下巴 点了点头 有道理 不过这条火油沟 和这面镜子在这里 应该是有联系的 对吧 我点了点头 那就行了 说着 他就掏出了打火机 马克思同志说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一看立即大惊 你要干嘛 打火机的火苗 几乎是从胖子手里飞出来的 胖子甩手就把打火机探入了缝隙里 里面的火油星子一下就被点着了 就看一条火龙一下子从岩石的缝隙里喷了出来 我和他都没有想到火焰是如此的猛 两个人都猝不及防反身就扑了出去重重的摔进了水里 好在下面有水啊 我没摔疼 立即就挣扎着爬起来 抬头一看 我就看到了一个让我瞠目结舌的奇观 就见一条火龙盘旋着一路往上蔓延 犹如兽精的一般 在山洞壁上乱爬 留下了熊熊的火焰印记 几乎是瞬间 整个山洞立即被火光照得通明 同时山洞中的温度开始升高 一股火油味立即弥漫了整个空间 我们目瞪口呆的看着这火龙一圈一圈向上蔓延 几乎都产生了悬晕的感觉 足有十分钟 火龙才爬到了顶端停了下来 我们就看到一条火焰螺旋形的爬满了整个洞壁 整个山洞完全显现出来了 我发现山洞的形状就像一个倒扣的喇叭 所有的火光全部都集中到水中的镜子里 镜子里的鼓楼被照得犹如白昼一般 胖子已经呆滞了 牛逼啊 我回头看他 并把他手里的打火机抢了过来 你他娘的神经病啊 要是这油沟通这炸药怎么办呢 这地方不比从前 胖爷你能靠谱点 让我们多活几年吗 你要想多活几年 就不应该来这 胖子根本就没看我 而是看着上面 胖爷我 没你那么磨叽 你看 那是什么 我一抬头 立即就看到洞顶之上 原本暗淡的区域里 竟然有一座非常微小的鼓楼模型 鼓楼的小模型倒挂在洞顶上 如果不是那么强的光线 把所有的影子全部消除了 根本不可能看到 我皱着皱眉 张家鼓楼 同时我就看到 在鼓楼上闪烁着很多的光点 似乎鼓楼的模型四周 有很多的镜片 正在反射这里的火光 那一刻我也看到 在四周的墙壁上 隐约闪烁着无数的光点 整个洞穴好像琉璃一样 胖子喃喃地说 原来张家人都是从小人国来的 不是 这是滤镜啊 我看着整个洞穴的形状 一下就明白了其中的运作机里 看着满是火焰的墙壁 我知道已经无法验证 但是我几乎可以肯定 镜中 鼓楼的秘密 绝对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性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把戏 而且确实源自波斯的魔术 其实它是使用了一种西域的宝石 这种宝石制作的镜子 在阳光下色泽特别暗淡 但是在月光下却特别明亮 因此这种宝石被称为月亮石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这种宝石只能反射出暗淡的青色光芒 如果光线过强 反而和石头一样 也就是说光线越强反射率越低 在水中的这面镜子 就是一个光线的聚集器 当我们的手电光照到镜面的时候 光线被垂直反射到洞穴的顶端 然后有鼓楼模型四周的小镜片 反射到墙壁上无数的月亮石镜片上去 单独一块镜片的反射光线 极其的微弱 几乎无法察觉 但是无数的光线聚集 就能使水中的鼓镜镜面 反射出上头鼓楼的样子 因为是360度的 无数微弱反射点的叠价 所以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都不会在镜面上形成影子 因为月亮石 只能反射青色的光线 所以无论我们使用 是什么颜色的光线 在古镜中的成像都是青色的 胖子说 无影灯的原理 老子是看过科学探索频道的 那为什么 我会从镜子中看到小哥他们呢 这鼓楼模型里 一定还有蹊跷 杨氏雷果然厉害 这是西洋的技术 清代科技的发展 竟然可以将机关做到这种地步了 哦 这是为了什么呀 这人神经病吗 光做这东西吓唬人吗 我现在也只能推测 这面镜子放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 这里很可能是张家鼓楼的采光器 这是一个照明系统 你想 张家鼓楼深入在大山之中 假设 要在大山之中进行这么巨大的工程 这个工地肯定需要大量的照明 而这个照明一定不可能是活吧 因为这么偏远的地带 要把油脂带进来 工程量巨大 会造成一个巨大的人力障碍 我看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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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我们下一个角色的地方 我看过去了 就这也是 那么精悦 这个时候 我看过去了 这里 知道 我看过去了 感谢观看